嗨 大家好 我给你讲讲啊 今天呢 现在这个市场 很多股票呢 觉得很有意思 对吧 你说这股票吧 这个大家都讲投资呢 讲风险跟回报的问题 我今天跟你讲 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啊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 这个股票 我一直在关注啊 就是这个叫Naked 这是脱光了 这是衣服 当然这是一个服装店 就买女同胞的服装店的一个公司 现在变成一个可公司 对吧 然后呢 你说 他这个合同啊 12月21号投票 对吧 基本上呢 他这合同是签订了的 最近这个股票呢 这个波动比较大 所以的话呢 你可能亏钱 这个股票 就是只有六毛钱啊 但是如果这个股票一涨呢 那不是六毛钱 那就是六块钱 我觉得六十块钱 这个概念啊 这个就叫风险 这个回报的问题 看你愿不愿意做这个研究 他这个口供公司呢 说过这个公司呢 就是搞电动车的 现在像亚马逊日本 这个已经订了他上千台了 大家知道这个前两天呢 这个大概一两个礼拜 叫Ravine呢 就是说他造了一百两车的样车 然后他就上市 永迟到一千五百个亿 现在只不到一千个亿的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美国这个股市吧 基本上造成 炒作 就是概念 对吧 我觉得这个图子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分享这个事情 当然了 类似这种图子也很多 特别是还有个中国概念股 叫MTX MTX呢 本来是 就是中国的搞教育的 就是 国外教育的 跟那个新东方差不多 新东方呢 这些所谓的类似的股票呢 都不灵了 不灵了呢 掉了百分之九十几 对吧 掉了百分之九十几 现在百分之几了 所以你说会掉哪去呢 但他们都在想办法 怎么样能够 回来 所以的话呢 有些呢 就开始开始挖币了 也有些呢 就到美国来 炒作这个什么元宇宙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说 炒股票啊 炒到炒到炒风啊 炒到天上去了 所以现在就不是天上去了 这是宇宙 什么云技术啊 这个什么 人工技能啊 云 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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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那个云这个云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金融呢,就是个概念,就是一股风,明白没有,就是想到哪里,这个是钱就是随着概念,随着思维方式走的,怎么样,所以我就给大家慢慢地解释这个金融市场的本质,对吧, 然后就活成这里面,尹尼,好吧,现在先到这,喂,你好,老板,